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存在着一家酒店 这里拥有看起来极为前卫的娱乐设施 堪称朝鲜红灯区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杨角岛酒店坐落在大同江上的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只有一座桥可以通向市区 如果是曾经去过朝鲜的观众 或许会知道 这个国家并没有连锁酒店 也没有民宿 有的只是国营酒店 朝鲜国营酒店主要分为两党 也就是高级酒店和特级酒店 高级酒店可以理解为国内的三星级酒店 而特级酒店则为国内的五星级酒店 两者在规模人事上会有很大差距 朝鲜把平壤 阳角岛酒店作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定酒店 几乎所有的中国游客都被安排住在这里 然而这里却是平壤 乃至朝鲜唯一的红灯区 唯一合法准许封锁业存在的地方 虽然号称是特级酒店 但是从房间内可以看到的冰箱 彩电和空调 对于我们游客而言并不算高端 不过相比于绝大多数的朝鲜人 都无法享用到24小时的热水 阳角岛酒店却实现了全天候供应 更加让人惊喜的是 从事酒店服务的朝鲜姑娘 从客房保洁到大唐礼宾 一个个都是貌美如花 形象气质绝佳的美女 所以即便是让他们从事 最脏最累的客房保洁工作 他们也非常愿意 朝鲜把阳角岛 作为接待中国人特区 又准许封锁业存在 这个举动着实意味深长 或许在朝鲜人眼里 中国人需要并乐于接受这种服务 这里的姑娘热情奔放 穿着大胆 和其他地方的朝鲜人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他们几十欧元的日收入 也确实让不少朝鲜人民望尘莫及 在阳小岛酒店的地下一楼 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娱乐城 娱乐城由澳门人经营和管理 所以有赌场 按摩 桑拿 卡拉OK和健身房等娱乐休闲设施 这里可以说是平壤 最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了 能在平壤这种地方 看到一家地地道道的赌场 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和兴奋的事情 因此在阳小岛酒店居住的中国游客 都会去赌场开开眼界 甚至可能会下场玩几把赌赌运气 赌场的服务员 都是从中国内地招收过来的 消费者也大都是来平壤工作和旅游的国人 因此汉语在这里是通用语言 说到阳小岛酒店 在网络上始终流传的一个奇怪的说法 那就是这里的五楼是封闭的 禁止游客进入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进入酒店的电梯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并没有通向五楼的按钮 也就是说 游客压根就没法到五楼去 关于阳小岛酒店为什么要这么做 目前的说法不一 有人猜测这里可能设置了情报机构 所以只有专制人员能够进入 但实际上 通过一些偷偷进入五楼的游客描述 这里除了天花板较低之外 并没有什么太过于神秘和离奇的地方 不过 关于阳小岛酒店的五楼 曾经确实发生过一起轰动网络的事件 在2015年 美国的大学生瓦姆比尔 参加一个旅行团入驻朝鲜 和中国游客一样 他也下榻在阳九岛酒店 然而 这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旅行 但瓦姆比尔却因此浪荡入狱 根据朝鲜当局的手法 瓦姆比尔试图在阳九岛酒店的五楼 试图偷走一张海报 因此他受到了审判 被迫在电视镜头前认罪 事后 瓦姆比尔被判15年劳动改造 在被拘禁期间 瓦姆比尔意外受伤 并陷入昏迷状态 两年后彻底丧命 瓦姆比尔的死讯 也成为了2017年的国际新闻头条 看到这 或许有的观众会好奇 偷一张海报 竟然会被判处15年牢狱之灾 这真的可能吗 读者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瓦姆比尔的死 令外界关注到朝鲜旅游业 许多欧美地区的旅行团 都表示不会再接受 来自美国的游客前往朝鲜 而在他们的官网上 也标注了阳脚岛酒店的五楼 绝对不可以踏足 我们说回阳脚岛酒店的红灯区 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朝鲜这个国家应该是和风俗 很难联系起来的才对 但事实上 在朝鲜 风俗行业并不少见 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 极为隐秘的产业链 大量的朝鲜女孩 因为家庭贫困 不得不靠出卖身体维持生机 尤其是边境地区 这些朝鲜女孩的身体廉价 网上甚至曾流传中国农民 曾用大米换回过朝鲜老婆 不过现在 这些朝鲜风俗女的价格 都随着发展而水涨船高 她们的身影也不只是局限在边界 平壤 南浦 开城 新隐州 圆山等 都是风俗活动猖獗的区域 因为朝鲜在第三次核实验后 国内经济变得越来越萧条 这也使得更多的年轻女孩 加入到风俗卖身的行列之中 在平壤等大城市 风俗交易费用 往往缴边境地区高 朝鲜对风俗女 也有四种分类 红花指十几岁 到二十岁刚出头 蓝花指二十多岁的未婚者 黄花多指有夫之妇 紫花一般是指寡妇 据说 这些风俗女条件好的一次交易价格 就能达到数百人民币 而她们的主要顾客 就是有一定财力和权力的党政干部 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干部 据香港媒体2011年报道 一些朝鲜大学女生 是为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才不惜提供风俗服务 在朝鲜的刑法中 有关于风俗交易的罪名 进行多次交易者 将处于两年以下的劳动锻炼刑 犯人会在监狱以外的地方 执行劳动锻炼刑 用劳动来代替刑法 不过 尽管出台了法律 却依旧没法抑制住 越来越多的风俗女出现 在边境地区 部分相关交易 甚至只有50块人民币 在新一州地区 当地大学生夜生活 买卖的价格是100美元 有时候会高达130美元 当然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从而遭受到牢狱之灾 朝鲜的风俗行业 也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暗语 如果你发现在朝鲜的大街上 有男男女女谈论 关于买鸡蛋 买木盆 买花等话题 就说明他们是 不依靠中间人进行的 个人性交易活动 如果有男人上前询问 鸡蛋 木盆 和花儿的价格 就相当于是主动询问价格 代表自己愿意接受服务 不光如此 部分的朝鲜保安员 甚至会充当 风俗行业的保护伞 部分保安员 在风俗女身上 谋取暴力的现象极为普遍 他们充当了 保护伞和中间人 曾有韩国的媒体 暗访调查 根据相关人士的介绍 很多军人 也会成为风俗女的常客 这些朝鲜边境的士兵很有钱 因为他们会经常与商人 或走私者私通 并从中获取利润 赚到钱后 他们就经常来这里潇洒 和他们的邻居韩国一样 虽然朝鲜在表面上 禁止一切的民间风俗行为 但实际上 因为经济和特殊的制度 这个国家的风俗行业 就像是地下的猪网一样 早就被渗透的白骨牵疮了 和读者曾经介绍过的欢乐祖 还有用来吸引外汇投资的女人一样 无论是阳脚岛 还是民间的风俗女 其实都是这个国家不正常的产物 至于未来朝鲜会变成什么样子 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应该就没有别人知道了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